每年外交部为各国使节 侧办认识台湾参访旅游行程 从前年开始已经连续两年 都是选择花东县 在24号晚上 参访团来到资本著名温泉酒店 举行迎宾晚宴 县长黄建廷康丽专程来到饭店 接待一行人以敬地主之仪 原住民舞蹈表演 他们都好期待 由外交部长林永乐夫妇引导下 带领各国外交使节 穿过饭店大厅进入晚宴餐厅 thank you may irgendwann come join us i think this is a very special occasion for all members of the diplomatic call i just wish you 現場也已投影幕播放台東專屬特色觀光短片 讓外交使節能夠進一步了解台東 隨後縣長黃建廷也詳細介紹這個準備贈送給使節團的禮貸中每個禮品的特色 很開心外交部林詠樂部長還有施耀平次長帶著外國的使節 跟他們的眷屬一起來到台東 這已經是第二次他們選擇台東當他們這樣的一個旅遊的地點 參訪的地點 很高興能夠在製本老爺一起來歡迎他們 我想台東的好山好水還有我們的好風景好人情 都可以透過我們跟這些外國的使節來分享然後來交流 也期待能夠幫助我們的國家的外交能夠做得更好 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聯誼 可以往台東更加一步的行銷到這些國家去 外交部連續兩年規劃駐華使節團進行華東參訪 主要希望此行能讓更多外國人了解東部 促進東部國際觀光發展 東彈新聞張家瑋別人家報告 謝謝 謝謝